我去找她的 你去找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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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告诉我 你拿多少回扣 剑总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什么拿多少 什么回扣 我是真的觉得 你的美容仪特别好 所以才想跟你们合作的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拿什么回扣 刚开始啊 你们这些商开 都说没有回扣 结果呢 产品利润要抽成 节目播出也要抽成 产品卖不好 我们厂商还得自我吸收 你们这些商开啊 就是吃肉不吐骨头 我已经受过一次骗了 不可能 再被你们骗第二次 你这么说就太侮辱人了 我们可是一家大公司 从来不会在私底下 做这些小动作 舒小姐 你们不要生气嘛 那我们就不用谈了 您请吧 我不知道你之前 对电视购物有什么误解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们的公司不拿回扣 一样能推广好商品 抱歉 打扰你的宝贵时间了 再见 气死我 沈金平 什么拿回扣 当我舒飞是什么人啊 舒飞 舒飞 你拿回扣了 我怎么可能拿这种脏钱呢 是我刚才去拜访的那个厂商 话没说两句 就问我要拿多少回扣 还说我们电视购物的商开 没有不拿回扣的 简直是不可理 血口喷人 不过她说得也没错 每家公司总有几颗老鼠屎 我们不拿 不代表别人不拿呀 那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吧 想想我就觉得 我的人格被她侮辱了 舒飞 你也真奇怪 这有什么好气的 你换一家厂商合作不就得了 不行 我这叫适可杀不可辱 她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干净的公司 我就越要向她证明她是错的 而且我要让她知道 她错得很离谱 人家摆明了不想跟你合作 请问你怎么证明啊 舒飞 人傻 不能复生啊 有一个是曾妈妈 她从二十多岁 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呀 头发就掉了很多 谢谢啊 谢谢 心情不美丽 怎么了 音源姐拿你开刀了 倒不是她拿我开刀 是我自己心理纠结 你纠结什么呀 总之呢 就是我用我们的商品 没有什么效果 又说不出体验 然后正道就让厂商 给我拿几个案例 让我说是自己朋友的案例 大概是我太死脑筋了 我觉得 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 说不出口 你做得很对啊 他们这等于欺骗观众 你早事实啊 我也这么觉得 然后我就跑去找音源姐 可是音源姐她说 你做不到就不要当主持人啊 怎么办啊 你别理她 你做得很对 你一定要做一个 诚实的主持人 可是我偏偏又觉得 她说得有点道理 不过就算她说得有道理 别人都这么做了 也不一定是对的 对吧 所以我们得做 不是同流合物那个 没错 我也要做一个 干干净净的商品开发 绝对不拿回扣 我要做我们电视购物界的 清流 绝对不同流合物 还精油呢 傻瓜 好了好了 赶紧吃吧 那缕头发到底跟你有什么仇啊 能不能不要拉了 别吵我 我在想江湖大事呢 江湖大事 你是东方不败吗 东方不败是男人好吗 难道你不是吗 那这样 你把事说出来 看看我能不能帮你 我今天不是去见新厂商了吗 你知道吗 他一开口 就问我要拿多少回扣 你说气不气人 那你怎么说的 我当然是把他臭骂了一顿啊 他这不只是侮辱了我 同时还侮辱了我们公司 那厂商和你签约了吗 没有 亏我还消逸大意了半天 结果 他还以为我是想欲擒故纵 世子大开口 直接就把我给请出去了 所以呢 你就想从此退出江湖 不问世事了 我当然不能退出江湖了 他这么诬蔑我 我要是就这么算了 不等于默认了吗 他不想和你合作 那就别合作啊 何必自找苦吃呢 是他的商品好啊 要让消费者买到好的东西呢 是我们商品开发最基本的责任 反正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信任我的 我只是没有想到江湖险 人心更显哪 怎么办呢 你这正直又可爱的样子 我真是越看越喜欢了 正直又可爱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这样你就喜欢了 当然不是了 我又不是现在才喜欢你的 一开始呢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你 你说你爸就是个女汉子 做事大大连连毛手毛脚的 后来呢 相处下来觉得你这个人挺善良的 凡事先替别人着想 看见有人被欺负了 就立刻挺身而出 你这个人啊 做事仗义 还有就是 你会打扫 洗衣做饭 还懂足球 所以说 球队是我的死队头吧 不过也挺有意思的 这样呢我们以后 就 就会有炒不完的架 绊不完的嘴了 想想都挺有意思的 对吧 与其说 学长是我的初恋 其实不然才是我真正的初恋 小傻瓜 知道你的初恋就是我吗 节目准备得怎么样了 黄总监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力的 音源之前来找过我 说你对导演安排你在节目中 分享案例非常反感 她想她自己来主持 不是这样的 黄总监 我是因为那个 厂商给了我几个案例 特别夸张 所以我 凌飞 人有原则非常好 但是要用对地方 公司是非常现实的环境 所有的成败 都体现在业绩和数据上 你有再多的原则 如果不能体现在数据上 对公司来说 就是无用的原则 我知道了 黄总监 这是你失而复得的机会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对你有多重要 别忘了 上面还有一双眼睛在盯着 如果这次你还不把握住机会 那么就没有谁 能救你第二次了 黄总监 我知道了 我一定不会让你担心的事情发生的 看到了 那边 对对 过去一点 音乐姐 二十分钟后开始 好 你这边怎么样 准备好了 机尾跟着林飞啊 音乐姐 一会儿模特示范使用方法的VCR 让你的 案例的体验和分享也交给你了 好 你那些纠结到底消化完了没有 你可别来搞早我的节目 体验案例非常重要 本来我一个人也可以卖的 没有必要多你一个人来增加我的风险 音乐姐 你放心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绝对不会搞早你的节目的 坐吧 李飞 那个补装补装 好 我跟你说啊 你呢 不用紧张 你上次在医院的班不是挺好的吗 你就这么主持就行了 还有 你看 我今天穿的画骨和那天一样 问题 加油 正道 我会努力的 好 根据位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个皮肤科小组研究报告显示 比起安慰剂 含有Menoxia的药物组 在统计结果上有明显中度的头发增长 这些专有名词观众朋友们听起来是不是不太熟悉 没有关系 我们的主持人也亲身体验过这款氧发液 是 大家别看我还年轻 但其实因为我的头发比较细软 也有头发不够茂密的困扰 这件事呢 我们的化妆师可以为我作证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这份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我压力一大呢 就会掉头发 我每次梳头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家的地上 有很多很多的头发 我就心想 天哪 不会真的只剩下三千根烦恼丝了吧 但是呢 自从我用了养发液 才一个月 我的头发就变得浓密多了 是吗 是的 我不但头发变浓密了 而且我现在的发质也特别好 还有我们隔壁的曾大姐 三十出头 就因为工作压力大一直掉头发 她每次洗头的时候 水池边都有很多头发 她说她看到这些头发就特别想哭 但是我拿了我们的养发液盘了三天 曾大姐是谁 这林黑表现得还真不错啊 是 她主持了两次节目就表现得这么好了 她现在不仅不掉头发 她发质也不错 由发际线都长出了新的头发呢 手也挺漂亮的 看来以后没老处的商品啊 可以交给她来吗 快打订购我们的养发精华液 好的大波 十秒钟回现场 现场准备 来 十 音乐姐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三 三 八 八 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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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五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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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做一个常识的主持人 不过就算她说得有道理 别人都这么做的 也不一定是对的 对吧 所以我们得做 不是同流合物的那一个 菲菲 一定是有什么苦衷 才会那么说的吧 水飞 余总监 你在想什么一个人发呆 没什么 我在想 菲菲她今天表现得不错 她其实 还挺有当主持人的天分的 我想她以后一定能更加出色 那一个 你和 你先说吧 你和蓝天挺不错的 我跟蓝天只是闹着玩的 我们 闹着玩的 这怎么说 我 我 没什么 你刚才想说什么 我 我刚才说 说你跟蓝天挺不错的 对对对啊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刚才这么一打差 我 我突然给忘了 改天再说吧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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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个乔轩在找你呢 快点去 快点快点 什么事啊 去吧 你干吗呀 我正要问你呢 在跟他聊什么东西啊 聊什么 聊我们这件无聊的游戏 无聊的游戏 你把我们的合约告诉他了 这么幼稚无聊的事情 我会说吗 今天有什么行程啊 我为什么要跟你报告我的行程啊 合约里有这条规定啊 你别跟着我行不行啊 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啊 你很烦呢 那个谁 接下电话 喂 您好 请问找哪位 请问 张晓帆在吗 他现在不在位子上 你哪里找 需不需要我帮你留言 我是他妈妈 我是他妈妈 我刚才 跌倒了 受伤了 阿姨 那 我已经叫救护车了 麻烦你告诉他一声 我就在 好 我马上就告诉他 你也没有 好的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不好意思 您可以 阿姨 好点儿了吗 还疼吗 我好多了 真是抱歉 还麻烦你跑一趟 没事 这都是应该的 阿姨 不好意思 我去接个电话 喂 你在哪儿啊 我在外面呢 你怎么又跑外面去了 跑谁不认我去了 家手在吗 淑菲 我不跟你说了 淑菲 淑菲 护士 不好意思 她儿子在路上呢 还没有赶到 妈 妈 你是怎么弄的 你摔了还是磕了 你母亲的手臂骨折了 脚上的撕裂伤 我们已经处理过了 那这严重吗 需要住院吗 暂时还没必要 不过这次救护车的费用 要请你先来付一下 那个 你先帮我看一下我妈 妈 你千万别乱动啊 我跟故事说完就回来 别乱动啊 这可怎么办呀 是不是又得花一大笔钱了 张先生 你妈妈之前洗肾的费用 还没有结清 今天您要是再不付 那能不能再通融几天 等我领到工资 我立刻就来付清 那你先把今天的费用 给结了吧 今天 今天是多少钱 我这只有四百 要不我先付四百行吗 怎么了 怎么这么久啊 我 我的钱没带够 我先付吧 好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我去取钱 淑妃 淑 淑 你说 田田啊 别老吃饭 你也多吃点菜啊 来来来 外婆给你加菜 多吃点啊 田田啊 这个是妈妈给你炖了一个早上的 香得很安 不用不用不用 来来来 还有这个排骨特别好吃 还有还有 你最喜欢吃的鲁蹄胖 吃啊 你们都别忙了 我想吃什么自己煎行不行 行 怎么不行呢 田田啊 外婆是觉得 这吃东西啊 就跟买东西是一样的 你一定要多看多选 你才能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 就是 我现在啊 什么大鱼大肉的都不喜欢吃 你吃呀 真好好的 就爱吃凉拌豆腐 味道清爽不油腻 你 是是是 这豆腐是挺好吃的 但是你不要这么早下定论嘛 也可能你吃着吃着就发现 这个豆腐没那么好吃了 是是是是 那个人家不是常说嘛 那个什么什么树 怎么怎么森林 不要为了一棵树 而放弃了整片森林 对对对 你看 我就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 是吧 嗯嗯 田田啊 你看啊 这满桌子的菜 哪一道都比你那个豆腐有滋味啊 多尝尝 多吃吃 你这反正也不吃亏不是吗 可这满桌菜里除了这凉拌豆腐 别的我还真没胃口 你们嫌弃 我不嫌弃 行不行啊 田田啊 不是妈妈嫌弃淑菲 是我们实在觉得那个淑菲 配不上我们家田田 嗯嗯嗯 你们终于说实话了 看不上淑菲是吧 不不不不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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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不是啊 人家淑菲都说了跟你是玩玩的 这孩子怎么那么死心眼呢 你呀 淑菲她说什么 是这样的 田田 那天呢 我跟你小姨去找淑菲 淑菲她亲口跟我们说 她是跟你玩玩的 让我们不要当真 对吧 对呀 你们几个背着我 去找淑菲干什么 行了行了 现在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就是人家淑菲说了 就是跟你玩玩的 所以我们三个也是担心 你这幼小的心灵 会不会受伤害啊 你们跑去找淑菲的爸妈 说些无中生有的事情 有没有想过淑菲的感受 你们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分了 是 我们是误会了淑菲了 可你姐姐 不是已经去他们家 跟她爸妈道歉了吗 田田 这淑菲还没有取经门呢 你该把肘球往外偏 怪不得人家说生儿子 是个别人家养老公 看来妈妈是没指望了 好好说话你哭什么呀 妈 你也真是的 不要在外面听人 胡说八道行不行啊 行了 你怎么又哭了 好吧 我再把我的心里话 跟你们三位说一遍 过去我不找女朋友 那是因为 我没有遇到 让我心动的女孩 现在这个女孩出现了 她就是淑菲 也许你们对她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把她视若珍宝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到 谈婚论嫁的地步 我也不能保证 淑菲她也一样地喜欢我 但是 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把淑菲留在我身边 懂吗 知道了吗 很好 好 吃饭 吃饭 恭喜我们林大主持人 这次再度开出红盘 来 我还是喝水吧 来 谢谢啊 说好了今天替你庆祝 我买单啊 那怎么行呢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还把我当外人了 林飞 我今天看了你直播的全程 你的表现 跟姨元姐势均力敌了 还能抢她的话呢 你怎么做到的 快教教我 我跟姨元姐抢话了吗 你自己没发现啊 有那么一秒钟 姨元姐整个脸都黑掉了 天哪 完了完了 姨元姐肯定很生气 怎么办呀 你管她生不生气啊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把你自己的才华展现出来 我看今天黄总监啊 乐得都合不拢嘴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呀 巴不得你现在 就把姨元姐给干掉 你想太多了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跟姨元姐争 你不争 那公司谁跟她争啊 我们几个当中 现在就你最有实力 林飞 你可不能让我们大家失望啊 来 喝 我听说你今天那款养发叶 又大卖了 看来你和林飞这档双搭 真的是不错 你是在夸我呢 还是在夸林飞呀 两个都夸 一个那么有潜力的新人 交给你代我才放心 而且他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老师教得好 就怕现在费尽心思当好人 回头人家翅膀硬了 就把我挤掉了 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 这种事情 就不可能发生 小心 那个 黄总监有没有说 什么时候让你担飞啊 你总不能 老是和姨元姐双搭吧 她说让我等消息 应该会给我答复吧 林飞 我真的好羡慕你 你说 我和佳佳什么时候 才能上节目啊 你放心 我会找机会跟领导提到 现在公司缺人 敏儿姐又走了 你和佳佳 一定能上节目的 你说的 你一定要帮我啊 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的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好 里儿 混 dollar 沒有 知道吗 我 爱了 即是 慢点嘛 别磕着 不要紧 不要紧 小心点 你等一下 我拿个靠垫给你 阿姨 您慢点 好了 坐吧 淑妃啊 这次可多亏你了 谢谢你啊 阿姨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跟小凡是同事 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小凡 请淑妃坐下 你去倒杯水啊 好 好 阿姨 不用客气了 那个 我妈这儿也没什么事了 要不你先回去忙吧 那也行 阿姨 那我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 连水都没喝就要走了 阿姨 你慢点 你可千万不能再乱动了 阿姨 那我走了 你多保重 那也行 你以后有空 你要常来啊 一定 妈 我送她一下啊 你帮我垫付的钱 我领了工资立刻还你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你不是还要还医院的钱吗 我的钱暂时不用还 真的 你这暂时不用还 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可怜我 还是觉得我付不起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家里是穷 但是还没穷到 让人施舍的地步 这个钱我会立刻 想办法还你的 小帆 你先别生气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家之前 也出现了一些锦旗状况 我爸前几天 不是生病住院了吗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 你现在的心情 你一定很担心 有彷徨无助 对吗 那时候 也有个好心人帮了我 所以 我也想帮你 就这么简单 那 今天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祝人为快乐之本嘛 好了好了 快回去吧 你妈一个人在家呢 那你自己小心点 放心吧 进去吧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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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擲了 三大千一 负任 我为什么局局都输呢 见了鬼了 你从第一局就开始心不在焉 什么 什么什么 你总共看了十三次手机 怎么 等书非电话啊 是精病啊 谁等电话 没想到 蓝天也有这一天啊 赶快说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见过那么奇怪的女人吗 一天到晚傻乎乎的就算了 还总给自己揽一大堆事情 一会儿是担心爸爸生病了 一会儿害怕好姐妹被开除 今天甚至连那个 扒根子都打不着的 同事妈妈进医院她也要管 还有你 八百年没联系过的学长 感冒了还送粥给你喝 我呢 就只能整天跟在她后面 给她收拾残局 等等 等一下 等一下 为什么你生病 她女朋友给你煮粥喝 你们三个三角关系吗 不对呀 还有个林妃呢 是四角关系 好复杂啊 你说这个有意思吗 我在那个女人身上花的力气 已经够多了吧 兄弟 谈恋爱不是靠蛮力 靠的是准度跟巧劲 懂吗 还是你精准 从神敏儿到林妃 无缝对接 除非不是正常人 你会惨造滑铁路也正常 不意外的 不意外 我都和她签恋爱合约了 就因为她不是正常人 所以我活该那么苦是吧 等等 什 什么 投说她签了什么 恋爱合约 蓝天 你是药物园里的大班长吗 恋爱合约这种事情 你怎么想出来的 蓝天 恋爱合约 用这种方式谈恋爱 她当然以为你在开玩笑了 什么我在开玩笑 我可是真心的 我的天哪 蓝天 你不是说你谈恋爱很行的吗 我看你就是不懂庄董 大写加粗的幼稚 你们两个懂什么呀 谦和约是表示我态度认真 对这段感情非常慎重 我真的不懂你这几年 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 真是白活了 又是手机 看吗 喂 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你回家就回家 用得着来跟我汇报吗 你不是说让我跟你汇报 形成的吗 你呀 凑过最佳时机了 那好吧 那就算了 真是 那个 我先走了啊 接女朋友 书球上那个买单啊 算了 算了 耍 来 没关系 数费比较重要 不过有时候想想啊 我还是挺庆幸 蓝天当时拒绝我的 其实 他们两个还挺配的 你不觉得吗 是啊 能让对女人失去信心 对爱情失去信心的蓝天 重新忍起斗志 挺配的 嗯 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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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没来接你 你又要睡到终点站 原来有个在乎你的人 感觉是这样的 怎么 男朋友这么贴心 幸福吗 你才没有呢 幸福的话呢 就不要松开我的手 幸福的话呢 我回来啦 你回来啦 你回来啦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我送张晓凡的妈妈去医院 你送张晓凡的妈妈去医院 你送张晓凡的妈妈去医院 为什么你去送啊 我在公司接到电话 刚好找不到张晓凡 我就送她妈妈去医院了 那她妈妈怎么样 严重吗 嗯 没人了 已经回家了 我好像记得 实习的时候 这个张晓凡 还抢过你商品呢 我觉得这人不怎么样 那都过去多久的事情了 而且我可能是误会 别提了 我看呀 正该给你办一个 最佳居委会大妈的奖章 什么 搞得我很爱管闲事一样 好饿 光吃水果怎么能行呢 你晚上没吃饭呀 没有啊 冰箱柳心买的鸭脖 舒飞 你知道我今晚看到 什么不该看的了吗 什么不该看的 我看到姻缘姐和总裁了 那又怎么了 姻缘姐是我们公司的一姐 长帮总裁赵剑 这很正常啊 那如果我看到 他们在车上接吻了呢 真的假的 你没演话吧 我真的没有看错 而且不止我看见姻缘姐 还有谁看见了 她还看见我了 完了 你成了唯一的目击证人了 你说她会不会杀我灭口 没准 你说我们公司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啊 于其然知不知道 怎么就让我看见了呢 看什么呢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啊 我们就打开天窗社量化吧 你做电影 看到了什么我不在乎 你当我们是地下恋情也好 当它是我背后的靠山野霸 我一点都不在意 就是别像现在这样 拿我当动物园里的动物明星看 没有 音乐姐 我只是有点太意外了 不过你放心 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对 对不起 音乐姐 我刚去演播室给千千姐补妆了 我马上准备 马上 她怎么那么爱折腾人呢 林妃 我跟你说 要想当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基本的化妆自己得会 你在演播室里 妆花了就得自己补 我知道了 谢谢音乐姐的知道 我可不是教你啊 只是不想让你跟马倩倩一样 折腾人 还浪费大家的时间 谢谢音乐姐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肩总 怎么又是你啊 对不起啊 上一次我还没来得及 跟你说明我们的销售计划 我希望你今天 一定要给我这个机会 你看一下 我说过了 我们没有跟电视购物合作的计划 肩总 我知道你之前一定遇到过 一些不靠谱的公司 但是我保证 加油购物 绝对不是这样的制作公司 我们就不要在这儿 浪费时间了 好吗 监总 监总 于公于私 我都不会拿你任何好处 我是真的想把你公司的产品推出去 你放心 我们加油购物 绝对是推广产品的最好途径 贵公司的洗脸刷 美容仪 我都已经试用过了 对了 这个 是我事先做的市场调查 你看一下 这个 你看 还有这个 监总 还有这个 监总 还有这个 老板 买单 监总 这么好的商品 这么少人知道实在是太可惜了 你看啊 你的产品 只要在我们合作的电视台播出 一定会卖得很火的 我到时候一定会帮你尽量 争取最好的销售配套 和最好的当机 真的 你 你 监总 你再考虑考虑吧 我一定不会拿你一毛钱的 实在不行 我们写在合同上也行啊 真的 把不拿回扣写在合同上 白纸黑字 骗不了人的 你这么人哪 这 不拿回扣写在合同里 这不是此题无印三百两吗 那 录一卫证也行啊 我现在就可以录一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说了大半天 口干舌燥了吧 走 到我办公室 我请你喝咖啡 走啊 走啊 谢谢监总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不错啊 下个订单 好了 它应该明天就能到了 你看 我最近用了一款 新的瘦身霜 你看我的小胳膊 看我的小腹肌 佳佳 难怪觉得你最近好像瘦了 有好东西也不分享一下 你 我先睡一下吗 我说你们女人哪 这什么瘦身霜啊 这早起跑步 那最健康了 郑董 你看这都空气污染了 还跑什么跑啊 这空气污染怎么了 你可以去健身房啊 健身房空气很差啊 那总比大街上好 皇上有空吗 你们说是不是 一起吃啊 可是你想想啊 那些汗味儿 那些臭男人啊 臭龟臭 那能炼鸡肉啊 你看我的鸡肉 你看你的肚子 你看你的肚子 肚子怎么了 太大 没关系了 那我只能自己吃晚餐吧 手神霜效果真好 你看我这身材 没有啊 凌飞 看谁的短信呢 开信成这样 就是 没谁 我回来了 来 三位 你们都在啊 看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东西啊 你原来这么多啊 全都是好东西 飞飞 这个给你 来 这些啊 都是给你们的 谢谢叔非 三位 这都是女人用的 有没有我用的 来 这个给你 这 都给我们 你发财了 什么发财了 我今天呢 去谈论一个新厂商 这些呢 都是她给我的 那个简总啊 人特别好 简总 就是那个 特别难搞的简总 也就是说 我们姐妹俩的 第一档商品 就是这个简总的商品 太好了 叔非 你最近职场得意 清场也得意 恭喜你啊 叔非 张小帆 张小帆 好久没见你出没了 小帆 你妈最近身体好吗 好点了 谢谢 这个 是给你的 给我的 张小帆 怎么就叔非有 我们都没有啊 就是 张小帆 通事那么久了 我连你一杯咖啡 都没喝过 就是嘛 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在啊 我先去忙了啊 谢谢啊 这个张小帆 好久定啊 个性挺古怪的 好久定啊 自从去了家用处以后 好像日子特别不好过 他平时啊 就不爱跟人接触 聚餐也没个人影 叔非 怎么今天 却给你送蛋糕来了 叔非 他不会给你下毒了吧 减少职场竞争对手 说什么呢 前些日子呢 我帮了他一个忙 这个蛋糕 应该是他给我的谢礼吧 三妹 你最近是不是走什么桃花月了 快跟我说说呀 有什么秘籍没有啊 谁走桃花月了 谁喜欢我呀 蓝导啊 蓝导啊 好了好了 别说我了